马上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林胜利 连线你好 那么文在寅演讲中承诺让韩国重新成为像样的国家 那么在韩国的传统政治生态下 他能够兑现这个承诺吗 应该说这个文在寅的当选是意料之中 那么最后这个得票率和此前的这个预期基本上是相差不大 那么韩国民众此次逃避也非常积极 那么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希望这个韩国政治革新的这样一个愿望 文在寅呢本人这个参选总统提出这样一个新韩国呢 也是表明他希望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树立一个新韩国的形象 那么政治上的新韩国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和腐败进行决裂 那么根源在于韩国的这样一个企业和这个官僚体系的这样一个高结 那么经济上呢是要解决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韩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振兴乏力 那么外交上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的麻烦 就是在中美之间韩国应该做一个如何的选择 那很明显如果韩国能够到中美之间做一个很好的选择的话 那么对韩国的这样一个国家利益是有好处的 所以新韩国应该是进一步的改变之前的一边导争的 在中美之间寻求这样一个平衡 我想这个新韩国如果能够实现的话 那么对韩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是我们知道他只有五年的任期要做的事情太多 那么恐怕这个新韩国要完全实现 对他来说也是不现实的 嗯